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读书,读的还是百扬先生的《降纲震荡》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给大家没读几期,后来就把这个经历和注意力关注到这个国际的时事上面了,或者是说国内的一些突发类的事件当中,那因此真的是忽略了读书学习,那这个是很不应该的,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表个态,以后咱们还应该多读书。 不是说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吗,书中自有黄金五,那咱们以后就多读百扬先生的这个书,我认为啊,读完了以后真的就有颜如玉,真的就有黄金五了。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理解的书中有颜如玉,书中有黄金五是怎么个理解方式和方法呢,它不是咱们通常意义上的来讲,就是读完书以后就有这个美女了,有金钱了。 我认为啊,这个黄金五,如果你读书多了的话,你会对于你物质的需求看的相对比较大,你会对于你这个生活,就是普通平常的一个生活,会更有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因此我认为读书多可以带来黄金五,就是带来一个精神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一个财富。 那么咱们接着说啊,那你说这个黄金五行了,你给解释完了,那你说这颜如玉,你怎么解释呢? 那我跟大家这么说啊,读书多了以后,那可能啊,就是你对于另一半的一个看法,也有了很高的一个要求。 就比如说,你读书多了以后,你可能更加的去寻找这种灵魂伴侣,是吧,跟思想上能够跟你契合的。 那相对来讲,这个概率比较低,是吧,你本身就知道了,概率比较低,所以说呢,也就不着急了。 因此啊,我觉得从某一种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解决了你这个颜如玉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解决大家内心的一个焦虑吧,是吧。 你看这人嘴两双皮,怎么说都有理啊,这个事怎么远糊都行。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认为读书多的一个好处啊,还有一个,读书多为什么对找这个另一半也有好处呢? 那可能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了,还有一个你更加的具有这种包容性的,你可能对问题看的比较透啊,以后你再处理这个家庭的,或者是家庭关系啊,或者人际关系啊,就更加的得心应手了,或者是更有自己独到的一个支出啊。 那这个也是我说读书对于什么颜如玉啊,对于黄金屋的一个理解啊,那相对来讲,肯定跟这个世俗的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给大家书,就是读这个白阳先生的健康震荡啊,我这个书啊,读的就是随即抽取,是吧? 我就觉得哪一天这个我聊的比较有感觉,我就把这个主题抽出来,就没有说是一个按照顺序啊,来回这么按部就完的走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每期做节目,它都有一个灵感在,所以说呢,我就会把这个,就是这个白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章节的标号标出来。 大家要愿意按这个顺序看,那就按标号看就可以了,要不然就是随即看也是可以的,这个大家可以有这种选择啊。 一般是,比如说有强迫症呢,是吧?就是可能就会必须从一到,从一到死啊,从一到四死啊,就这么的按照顺序看啊,确实有这种人,是吧?确实有这种人。 我母亲就是挺有这个强迫症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我母亲特别爱干净啊,就哪个地方就必须干净,各个角落就必须爱干净。 还有读书也是啊,读书必须从头啊,一字不落地读下来。那我也有这种感觉啊,我肯定以后给大家也都能够讲到,每一期都能讲到,但是就是不按那个原属的一个顺序啊,因为这跟我自己聊的灵感有关系。 啊,好了,那这个前面的我都说完了,是吧?那我就开始啊,跟大家插播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是关于这个特朗普的一个言论的,最近特别有意思,我看这个话题特别火啊。 啊,我也跟大家聊了关于特朗普的一个,这个推特被封的一个事情啊,就美国的又不民主了,又没有言论自由了,怎么样啊,就是现在中国现在已经就是就特朗普被封号,长得不亦乐乎了,斗死我了啊,就在中国又开始这个洗脑的一个教育了。 反正美国一出点什么事儿吧,就民主国家一出点什么事儿,中国这些左媒啊,包括胡锡进啊,人民日报啊,环球时报啊,就开始过度的一个放大和解读啊,完全是就是毫无理由,毫无根据,毫无头脑的一种报道啊。 每每看完呢,我这个气啊,一开始我气得咬牙切齿的,后来我一看,那胡锡进他真的就是一个大太家李莲颖那么一个角色,是吧,他还不如那李莲颖,还没人的能力呢。 所以说呢,这胡锡进呢,胡锡进他当太监都不够闻,因此也就不省气了,你说你跟一个这么个角色,是吧,你叫什么劲呢?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说的啊,我关于,对,我想跟大家说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事儿啊,就关于这个,关于这个特朗普的一个事情。 特朗普这个推特被封啊,在这个欧洲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就是舆论吧,是吧,咱们看一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啊,德国总理默克尔啊,我一开始啊,我对这个,这个老人家吧,是吧,这默克尔现在可能就都有这个帕金森啊,我看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就那么大叔叔了,这身体都不好了,还当总理呢。 所以也真的是,呃,为人民服务,真的鞠躬进瘁十二后一样,我对他印象比较好啊,但是今天呢,我就感觉啊,就是你看这个政客吧,他其实都有政客的一个嘴脸,那这默克尔也不例外啊,你看他怎么评价这个特朗普推特被封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呃,呃,特朗普的推特被封了,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是吧,这个,你阻碍了这个亚伦自由,咱们看一下这个默克尔是到底是怎么说的, 啊,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个表达的,对于这个特朗普推特被封一试啊,就是一个批评的立场,他说政府,他的政府发言人叫赛伯特,那周一在这个柏林表示,说言论自由啊,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对这项基本的权利做出限制啊,必须基于什么法律,并遵循立法者的这个限定的框架,而不应该基于一个社交平台管理城的一个决定, 他这个首先就有问题啊,那你说,一个这个社交平台的这个管理城的一个决定,如果他说是不合法的话,那肯定是,就是有法律去制裁他,那么咱们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美国这个,呃,宪法的第一修设案,说公民有言论自由, 他这个言论自由啊,是基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关系,说政府不可以去打压这个公民的正常的一个言论自由,因此啊,你看这个美国的左右媒体啊,都会有的支持民主党的,支持共和党的,这么多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媒体氛围啊,但是这个他并没有就是应用于什么呢,就像这种资本家,是吧,这资本企业,他有一个说我整了一个社交平台, 他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就比如说公民个人和这种资本家的一个公司,这么一个社交平台之间,他并没有说违反什么宪法第一修设案,所以说他这个说什么,必须遵循这个法律,并遵守立法者的限定的一个框架,那这个他确实没有违法,对吧,你只能说他违背了美国这个建国的一个精神,是吧,亚论自由的这么一个精神,你可以往这个方面靠,但他确实没有违法, 也没有违反美国的一个宪法,那你说就这个推特,他封特朗普的提案,要敢违反宪法,他不活了吗,他不干了吗,是吧,他要美国人民要推倒他吗,你像美国对这个宪法的一个尊重,那修改个宪法,一天都可拿了,可拿了,是吧,那不像某些国家,那一举手,这宪法就通过了,是吧,想干几年,干几年,所以说,这美国这个国家,他对宪法的一个尊重啊, 那肯定是,那比某些国家肯定好很多,是吧,那好了,那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但是我想说的并不仅仅是这一点的,我想说的是,你看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我有时候在想,你说他把德国的经济搞得还不错,我看有很多的报道说,对于德国的经济建设,福利啊,各个方面搞得还不错,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说话,他说的表达的立场,和他做的,他真是疯马牛不相及,就是一种这个,阳奉阴违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我,我为什么要说的是阳奉阴违呢,前两天跟中国,刚达成了什么中欧贸易协定,这个欢,这些喜气洋洋的,你看国内的这个,就前两天呼一进的摇头尾巴晃的,是吧,就开始说了,我们跟欧着哇,就是可好了,可铁了,我们, 搭上了贸易协定啊,谈判谈了好几十年,没谈下来,终于谈下来了,就开开心心的,那我就想说啊,就这个,就这个默克尔,你说这个,我跟你说,那个协定就是默克尔带头钱的,其实,现在在欧洲,谁是老大,大家都知道是德国嘛,对吧,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咱就是北约的一个成立,包括现在国际的防务事务,其实也是遏制这个德国再一次的崛起和发起另一次的一个战争啊,德国这个国家, 他确实有这种民族性,就是他愿意侵略,愿意发起,跟那个,嗯,跟谁有关系呢,就是跟那个,那个,就像俄罗斯一样啊,跟俄罗斯都差不多,他都有这种侵略的一个倾向啊,因此,呃,所以说现在这个欧洲,就是这个北约吧,欧洲集体,呃, 防御啊,这么一个机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特朗普想退出那个,那千万不能退啊,你退完了怎么着,对吧,你欧洲外裔以后,又崩了呢, 所以现在你看欧盟的一个成立,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欧洲能够,啊,就是一体化,能让他们的经济啊, 共同的一个繁荣啊,因为欧洲只有联合起来,他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啊,去在这个世界上,呃,获得他的一个经济利益吧, 这个对于他们欧洲都是特别好的,你看在欧洲的一个联合,为什么这个英国脱欧,全民公投之后啊, 这首相啊,什么政客都受不了了,是吧,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去这么做, 所以说,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集体的一个重要性,你要真的都风奔离习的,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各个方面, 他都会有问题的,他可能又会回到过去那种,就是军事政策啊,或者是说这种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啊, 那因此现在欧洲能够保持这种稳定的一个状态,他跟这个集体,这个防御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就是北约组织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好,那么这个回过头接着说默克尔啊, 默克尔你看他这个做的,他前两天跟这个中国做买卖,一边跟着中国做生意正前, 一边又支持人权呢,支持言论自由啊,那咱们先别说美国,这个特朗普被封号, 你先管一管中国行不,你管一管中国大陆,有多少这个自媒体这个人民的这个老百姓的人权就遭到了践踏呀,对吧, 有多少这个什么主持人呢,是发表了一点声音,就说了,这次新冠疫情啊, 这个中国应该说一声对不起,我还是就给惨召封号了,是吧, 真的那个惨召封号的那个是这个前央视著名主持人阿秋吧, 还有你像这个崔永元也被封号了,还有谁封号了呢,防可多了,我就不跟大家细说了, 我这就是简简单单的举个例子啊,还有不是知名的人士, 就我,我也被封号了,是吧,我是不知名人士,也被封号了, 那像我这种,就被封号了,咱喊着去了啊, 你要港,你要港各国内说一下这个台湾问题,立马就封号,是吧, 你只要不说大一统,武力攻台,哎,你立马你就封号了, 你说台湾人民,那有自己选择的一个权利,立马你就封了,是吧, 你就,就,就给你封了,所以说就国内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啊, 当然了,当然了,这个支持大一统,咱们这个,咱们也拥护啊, 我在这个墙内我也拥护,我也理解,我也支持啊, 这咱们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我刚才就是打一个比方, 对吧,你要敢有不一样的声音,是吧,那但是你在台湾就没事, 你看台湾的有这些亲大陆的媒体,不还可以发表呢, 我看以前还有哥台湾这个打五星红旗的, 有做这个自媒体节目,还说我哥台湾打五星红旗, 你哥大陆打个国民党党旗,你试试, 你看看你能不能活过一个点,是吧,立马那警车全, 不出一个点,立马警车就开掉你家,给你带走了, 上回有一个青海老大爷吧,打一个美国国旗和这个英国国旗, 哥谈家这个门口,就说被去拘留了,是吧, 就说也美国,英国尊重人权,福利好, 怎么那,打个旗,立马就都来了,老有意思了, 那青岛老大爷,我觉得特别有刚,是吧, 特别有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敢说实话, 不是,那好了,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政客, 你别管他说什么,或者是说他表现的多么好, 你也看他做什么,就是他,他怎么做, 他这个言行不疑啊,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主义, 而且也是不值得信任的啊,那好了,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读书了, 今天要读书的这个题目叫做什么呢, 叫人权思想才可以脱胎换骨, 那你看一下,这板杨先生也认为这个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只有人权才能救中国, 那么提问者说啊, 说这个常年在中国传教的这个美国传教士啊, 这个史密斯,这个史密斯传教士啊, 在中国传教了三十多年啊, 曾在1890年啊, 读有了一部不求的剧作啊, 叫做《中国人的性格》, 那该书指出中国人的性格有如下这个二十六个项目, 就二十六个特点嘛, 这个是1890年就是十九世纪末吧, 这个书有机会我也看一看啊, 这个书我还真就没看过, 但是他这个书我看他总结的应该还是比较到位的啊, 这个十九世纪其实到今天啊, 都已经过去, 今天是二十一世纪是吧, 二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 他有一个十九世纪, 两百年了吧, 但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啊, 就两百多年的这么一个情况, 还是没有怎么改变, 咱们接着看啊, 这个他说中国人的性格, 一重面子, 二节俭, 三勤勉, 四重力, 以IJ还都挺好的啊, 五没有实践观念, 这是负面的, 六无精确性, 七歪曲之才, 这胡义进这个现在还有啊, 这典型胡义进代表嘛, 这些官方报纸, 你都是歪曲之才, 要云集是吧, 你包括外交部的那些人, 中国人的这个互联网是开放的, 推特啥的全看不着, 哎呀妈呀, 都是我的, 好了, 这个接着看啊, 八说话拐弯抹角, 这还有九, 面从背围啊, 这就类似于这个阴凤阳违呗呗, 就是不干这样事呗, 十叫自性混沌, 我跟大家说这个自性混沌是啥意思啊, 这个自性就是自立的自, 这个性呢, 就是性别的性, 他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啊, 他这指的是什么呢, 他这指的是理性, 这个词自性混沌可能台湾常用啊, 但是呢, 大陆不常用, 大陆一般理智混沌啊, 理智混乱, 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就说白了, 就是中国人没有理性, 那不讲理呗, 十以这个没精神, 十二呢, 藐视外人, 十三呢, 缺乏这个功德性, 十四是保守主义, 保守确实还有啊, 一直都很保守, 那十五啊, 没有这个稀释的安乐, 十六是生活力旺盛, 哎, 这个十五说没有这个稀释的安乐, 确实啊, 你看西方人一天都快快乐乐的, 毫无忧愁, 我就在中国啊, 在这些发达城市见到的外国人, 都特别开心, 但是呢, 我一看到中国的那些人呢, 打工仔啊, 那一个个活的真的是, 都内心都在低血啊, 那十七是忍耐力强, 那绝对是啊, 这忍耐力现在是超强啊, 就被揉力了这么多年, 你从四九年一直揉, 揉到现在, 你说这种言论的一个风俗啊, 还都活得嗷嗷叫呢, 那个十八乐天知足, 十九孝顺, 二十人会, 二十一不会关照别人, 二十二是社会是非多, 二十三是没责任感, 二十四是疑心生暗会, 二十五是不诚实, 二十六是多神论啊, 多神论, 其实中国人我感觉什么也不信, 是吧, 他什么也不信, 其实中国人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他就是一个, 你他其实信点宗教什么呢, 他也是挂着自己啊, 去个病啊, 发个财啊, 就是给解决自己一家内心的, 比如说做点坏事的, 是吧, 那贪官又贪了几个亿了, 去这个上住想啊, 就是忏悔一下啊, 我不应该谈这么多, 下来少谈点, 他也就这么一个作用啊, 对他心里进行一个按摩, 其实人嘛, 做坏事做多了, 他自己内心的, 他还是有一个正义感的, 为什么说这个人呢, 必将会越来越好呢, 就是人的内心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只不过有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人嘛, 他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 他去做恶事情啊, 所以说这些人真的是, 就是真的诸狗不如啊, 以上呢, 就是这个西方传教士, 这个史密斯的一个观察, 体验到了这个一百年前的, 中国人的一个国民性, 那不知道百年以后呢, 百扬先生怎么看呢, 到底变了多少呢, 这百扬先生就开始回答了, 看看百扬先生的犀利回答, 百扬说26个项目中啊, 负面的有重面子, 没有时间观念, 无精确性, 歪曲制裁, 什么说话拐弯抹角, 面虫被违, 自信混沌, 没精神, 藐视外人, 缺乏功德, 没有息事的安乐, 不会照顾人, 社会是非多, 没有责任感, 疑心深暗鬼, 不诚实, 正面的有这个节俭勤勉, 众礼仪, 生活力旺盛, 人耐力强, 乐天自主, 孝顺人会啊, 那其中多审论呢, 保守主义, 不属于优劣范围啊, 负面有的, 负面的有16个, 那正面的是8个, 悠悠岁月啊, 到现在已经100年了, 那负面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那先生问的, 是不是这个, 以不藐视外人, 这是一个看起来平常, 实际上很微妙的一个问题啊, 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两极文化, 从前呢, 对外人十分傲慢, 极棍的打下来, 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呢, 这个又十分的自卑, 这是一个另一个病态啊, 将来有一天, 国家富强了, 这个他说呢,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他说极棍的打下来, 它其实就指这个1840年, 鸦片战争之后啊, 咱们中国这个形成了这种两半社会嘛, 两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一直就是到这个咱们建国开始啊, 就这么一直是一个, 挨打的, 被动挨打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中国有这么一个自卑的一个形态, 老挨打嘛, 那天天别人甩你大嘴巴, 你肯定自信心就没有了, 我还是说, 这个百扬所啊, 这种病态啊, 将来有一天, 如果国富, 国家富裕了, 富强了, 就类似于现在啊, 你看你百扬先生当年是怎么说的啊, 就写这本书的时候怎么说的, 他说啊, 我真疑心了, 中国人不会回到这个自傲那一顿, 我真疑心中国人不会回到自傲那一顿, 至于肯定的一面, 我祷告上帝, 使我们没有改变, 那我想说啊, 你看百扬先生的这个疑心啊, 我真疑心中国人不会回到自傲的那一边,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会呗, 对吧, 他这是一种反义的一个疑问, 所以说你看现在像不像, 就厉害了我的国, 人家这百扬先生啊, 真的还没厉害了我的国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对吧, 百扬先生这个成熟, 他是肯定是在2012年之前的, 对吧, 他这个是2012年之前, 那成的一个书, 所以说还没到提厉害了我的国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预言到了, 中国有一天啊, 又要回到这种自傲的一边, 真的太有趣了啊, 你就说这个中华民族, 就咱们这个性格, 你说怎么改, 是吧, 怎么改, 真的改不了啊, 改不了, 那为什么咱们在这种精神层面, 落后于西方, 落后于就是这个西方世界, 那么多啊, 真的不是说一百年几百年, 那一个事情啊, 我觉得都回到了这个大航海时代了, 是吧, 就咱们这个郭明星的一个劣根星, 是吧, 都回到他们, 都回到近代, 真的是太退化了, 再一个也不是说都退化了, 其实你像现在不也有好人吗, 这好人基本上也都走了, 这些看不惯观察的人呢, 或这些愿意说实话的人呢, 中国最绝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毛泽东, 把中国人都变成说谎话为荣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么一个社会啊, 这个是毛泽东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它是一个泯灭人性的一个做法啊, 因此我认为, 我认为现在基本上, 在中国啊, 还能这个, 怎么说, 活得比较滋润的, 或者是说在这个体制内过得还是比较好的, 那基本上这个相对来讲吧, 可能这些人的是非啊, 或者他们的信仰啊, 需要有一种改变啊, 就他们的信仰, 那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人, 基本上都已经移民了, 有自己想法的, 还有一个看不惯这些, 目前中国的一个社会现状, 为什么要统治成这么个垃圾案, 这些人大部分就都移民了,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对移民这么一个排斥呢, 或者是说对移民这么, 就是恶语相向的, 其实说白了还是有一点, 一个是中国人不自信啊, 这些有一部分人, 他是羡慕这些人, 所以说去攻击他, 那这部分人心里特别阴暗的, 咱们就不考虑他吧, 这些人可能就是五毛蟑螂啊, 粉红这一类的人, 是吧, 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 他真被洗脑了, 他真认为你出国就是不爱国了, 或者说你这个出国你就叛变投敌了, 真有这种人这么认为啊, 所以说那这部分人呢, 他其实也是被洗脑洗, 洗洒了, 对吧, 出国的人不是不爱这个国家, 他是不喜欢你现在的政府的一个统治, 这是两个概念, 对吧, 他不是说不喜欢中国这片土地, 而是不喜欢中国的这个当局, 那这个是这个概念需要纠正的一个地方啊, 那你说中国啊, 咱说了, 老是有五千年文化啊, 几千年文化的, 地大有五博啊, 这个那个的, 你说谁会不喜欢呢, 咱们中国的山川呢, 包括这个山水啊, 各方面多好, 对吧, 那虽然文革破坏了一些, 但是起码他还有一些零零八岁的剩下来, 所以中国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咱们有这种文化的积淀呢, 还有这些, 我有一回我就是这个坐飞机嘛, 我从深圳飞谁啊, 我坐飞机, 我就看到了中国怜悯起伏的一个山脉啊, 给我兴奋不已啊, 就感觉人真的是特别的渺小啊, 就你看到中国的这个广大的山区啊, 各个方面啊, 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当时我那下我还想着, 我说能不能这个找机会啊, 去这个山里头待一待, 去吱吱叫啊, 教教小孩, 但是当然的那个项目没有走成啊, 我觉得也比较遗憾, 那可能这个也就没有办法, 就继续进行了, 那之后呢, 我就会这个看看, 只能走这个移民的一个道路了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啊, 都是挺那个什么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咱们中国这个国家还是挺好的, 但是其实就是这个统治比较落后啊, 统治都不在二十一世纪是吧, 就在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个统治方法, 你要说十七世纪还表扬他, 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还开始有启蒙运动了, 所以说呢, 可能是在十七世纪以前嘛, 这个统治的一个方式方法, 特别的落后啊, 特别的落后, 中国现在的统治就类似于像过去大清朝的这个, 这个果小脚的老太太啊, 真的是, 真的是特别受不了啊, 就太落后了, 而且也是对这个精神的一个摧残, 肉体的一个摧残啊, 就走路真的走不好, 没发现现在这个中国, 在这个精神层面, 意识形态方面, 老是派胡怡进这些狗出来, 就是唱这个红歌嘛, 或者是说这个唱战歌嘛, 为什么呢, 他不就是这个假话演不下去了吗, 大家都觉醒了吗, 他赶紧出来杀不杀, 宣传宣传, 再不行, 再不宣, 这个宣传宣传, 那大家这名字都开启了, 他不疯了, 对吧, 那本物, 他就政权就不本物了, 因此才雇这么多, 多玩了出来这个张牙舞蹈的书, 再一个, 大家看中国的这个发言人, 和美国的发言人一不一样, 你看看人家, 就是外交部的一个发言人, 什么白宫发言人呢, 他们这些人呢, 他都是这个特朗普的政府雇的, 他不是这种终身制的, 但是你看看, 就这种人家雇的这个人的一个职业风格, 和职业素养, 还有他们说话的一个谈吐, 和咱们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一不一样, 对吧, 你看中国这些都是属于说这个铁饭碗, 都是特别有话语权的, 这么一些人, 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看看他们说的话, 是实话吧, 有逻辑吗, 没有吧, 那你看人西方, 你可以对比, 就是由于吧, 在国内墙内没有办法去对比, 不让你上外网, 不让你了解国外的这些人, 有的人说什么, 政府自己去这个阻隔不行, 自己找人不行, 那你看人西方人找的人, 怎么都那么好呢, 人家也不是终身制的, 人干的不也特别好, 人家回答问题各个方面什么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吧, 那个白宫那个女发言人, 还是不错的, 尤其你像那个蓬佩奥说话什么, 蓬佩奥说话确实挺犀利, 他攻击中国的攻击的挺狠, 但是大家去看, 你不能说他攻击中国狠, 你得看他说话有没有道理, 对吧, 咱们给去就事论事去讨论, 去这个分析, 我以前呢, 就是中国有很多人就说, 这个新疆没有问题, 他说我去过新疆, 特别好, 我跟那个我朋友在新疆, 就旅旅游, 我特别好, 就是什么都没有, 不像说国外媒体描述的那样, 那其实这个事情我也不了解, 那我就在想, 如果假如说真有的话, 你想一想, 那个地方似乎给十里八处就已经戒眼了, 你能看到吗, 对吧, 所以说就是即便是真有的话, 你也看不到, 或者是真没有, 这两种可能性, 因此应该存疑, 你不能拿你所见到的那些, 你说你去那旅旅游, 我就待了两三天, 跟当地人说了两句话, 你要是跟体制内的人聊天, 他敢告诉你新疆到底是什么样, 他肯定不敢说, 你跟体制外的人聊天, 他也接触不到这个体制, 那最终你说你了解到的, 他不就是一个片面的东西吗, 而且你这个在新疆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就是包括你的朋友谁的, 你的朋友即便在新疆待的时间比较长, 他能了解到全貌吗, 再一个我的朋友在新疆跟我闹的, 说新疆的维稳的情况特别严重, 就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新疆这个地方, 它确实有问题, 还有新疆, 你买那个无线WiFi, 在新疆开通不了, 新疆地区禁用, 就这些, 我通过这些侧面的证据, 我一定认为新疆可能会, 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但我不敢说他就怎么有集中影啊什么, 这个我不敢说, 因为我没有见过, 我不能瞎说, 我只能说根据国外的那些, 拍的一些视频呢, 可能怀疑有可能存在, 也有可能不存在,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存疑的, 对吧, 这个东西是一个存疑的一个问题, 你就不要说拿这些东西就毫无, 我去捋过油啊, 没有问题什么, 你看到的那些东西, 你把新疆走遍了吗, 对吧, 再一个, 中国这么大, 你就是你想把东山城走遍, 一时半会儿都走不完, 你不可能说就是旅旅游什么的, 那就开始, 就说什么时候都没有问题, 所以中国人的头脑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比较单纯, 是吧, 我通常来讲我说什么话, 我都不把话说的太慢, 因为我知道一点, 如果一个人把话说的特别慢的话, 那比如说这个东西百分之百, 那只要有人找到一个法例, 我这个话就不攻之破了, 所以说我从来, 我哪怕说99.9%, 是吧, 那我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那黄金都说999租金, 谁敢说百分之百, 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就是探讨问题的一个前提, 就对于国外的这些人, 你可以说我去新疆旅游, 我没有见到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可能是存疑的, 那这么是可以聊天的, 但是中国的这些人, 他就是特别的单纯, 他没见到的, 他就说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 我认为不是一个典型的思考的一个逻辑, 你没有见到的, 他不一定没有, 但你即便见到的, 他也不一定是真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社会, 或者这个世界, 展现在我们当中的, 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性质, 是吧, 那就比如说, 当年这个龙静门事件, 没有爆发之前, 那个斯诺等没有公布这个信息之前, 那谁知道这个美国监控世界各国领导人呢, 包括监停这个国内和国外之间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往来, 谁知道, 不知道, 这只有爆出来了, 你才知道, 这是一个国家机密, 所以因此, 不要被你眼前的这些东西所迷惑了, 它在背后有很多的逻辑和深层式的一个, 东西在里头, 那不要说就是道庭读书, 谁说什么信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存疑, 就是你经过你逻辑思维, 能思维思考明媚的, 那你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思维咒, 或者是你确确实实能够证明的, 当你证明不了的东西, 那就应该让它进行存疑就可以了, 而不要说去就是偏听偏信啊, 那么好了, 那咱们接着看啊, 这个人权思想的一个觉醒啊, 是美的诞生, 那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一个灾难呢, 使我们国人承受了太多的一个伤害和屈辱, 那以至于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 成为我们长期以来奋斗的目标和最大的课题, 压力沉重, 你看复兴民族拯救国家, 那你看这个百尚先生真的是比较有预见性啊, 现在不讲那什么伟大的复兴吗什么, 最早啊, 洋务人士认为船间泡利可以救中国, 那么结果呢, 家务战争中啊, 全军覆没了, 那证明了船间泡利啊, 没有那种功能, 那基督徒认为啊, 这个基督教可以救中国, 结果呢, 太平天国失败了, 是吧, 更腐败, 而证明基督教也不好死了, 那后来呀, 维新这个人士认为君主立宪可以救中国, 那么结果出现了这个清贵内阁, 比不立宪还糟, 那证明了君主立宪呢, 也没有那种这个功能啊, 那接着革命党认为推翻帝制啊, 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结果军法割据了, 全国混乱了, 那国民党认为啊, 三民主义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结果也失败了, 那最后啊, 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结果又无共睹, 是吧, 好死了, 那么并不是船间泡利啊, 不好, 那基督教不好, 君主立宪不好, 也不是三民主义不好, 那么社会主义不好, 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啊, 缺少了这个一种最最主要的一个基因啊, 使这个任何改革和革命啊, 都这个侵蚀的变形变质, 这个萎缩枯竭了, 那犹如夜盲症啊一样啊, 缺少维他命啊一样, 我们中国这个文化当中啊, 就缺少这种终极关怀的一个基因, 和这种终极理念,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 终极关怀呢, 终极理念就是对于人类未来的一个追求, 是吧,对于人的一个关怀呀, 和你这个人的一个哲学上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什么终极理念, 就是人活着为了追求什么呢, 难道就是物欲吗, 就是这种啊, 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 其实都是围绕着人的这个最终的一个追求, 来探讨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是我对于这两个词汇的一个理解啊,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次这个人生的目标, 只能停顿在这个窗属的阶段, 那么追求这到了这个权和钱之后啊, 还是那个追求权和钱, 追求到一栋房子之后啊, 还是要追求八栋房子, 追求到了一个妻子之后啊, 再追求十个小老婆, 哎就包括像那赖小民是吧, 有妻子了还重婚, 还找小老婆, 玩了还生孩子, 中国的大贪官我跟你说, 好几十个小老婆都是标配啊, 好几十套房子, 那个赖三百, 一百套房子, 一百个这个大的, 那追求到了金马桶之后啊, 还要追求这个钻石马桶, 始终不能突破这个隐私男女, 不能产生人权思想和这个培养出人性的一个尊严, 那这个就是咱们中国所缺乏的, 其实我看百扬说了这么多啊, 其实他还是在说人不行, 其实中国人不行, 你也不要老是怪什么政党不行啊, 这个中国这个当局的一个统治手法不行, 真的是还是人不行, 但是百扬先生写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基于他的那个时代,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但我认为中国人行, 对吧, 这个可能是我跟百扬先生相对来讲, 就他这篇话题的写出来的文章不同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中国人行, 中国人有行的, 他只不过说没在中国, 或者是都给打跑了, 要不然就流亡了, 也有行的, 或者是就是死了, 比如刘尔波, 国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的食欲里头, 所以刘尔波的这个毕业论文我也看了, 写的确实比较高深, 我看的也比较吃力啊, 我没有看完, 但是写的还是挺好的, 他这个博士毕业论文刘尔波写的, 他这个人是挺有这个文学素养的, 或者是很有这个知识素养的, 挺厉害的这么一个人, 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个获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他不死欲容了, 那究竟他的发表了什么大逆不要道的哑论呢, 我并不是特别清楚, 但当然我知道他肯定说这个怪话, 但肯定是说的比我害狠嘛, 对吧, 比我害狠, 所以说他有了这么一个结局啊,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他不是缺少这种基因, 中国人有这种基因, 就是这种基因吧, 他没法复制, 这一个人两个人有了吧, 就给拍灭了, 就拍死了,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复制到其他人, 就传播到其他人, 那这个就是中国存在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他这种自由民主平等的一个基因, 能够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复制, 并且可以推翻这种既得利益者, 那这个国家就好了, 但是通常来讲这种土壤啊, 非常的难, 尤其在中国, 你不可能他有, 因为有既得利益者的一个存在, 包括那些九千万的一个大队伍在, 他们还有子子孙孙啊, 还有亲戚朋友啊, 真的很难去整啊, 很难去整, 现在中国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这个统治状态, 发展了这么多的组织成员, 他就是一个大将岗, 说实话你都没法去, 你都捋不清啊, 你也是理不清啊, 你想理也理不了, 他就是一个将岗, 活化活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 你一看呢, 真的是就是, 中国有一句话叫水至轻则无鱼嘛, 你说这些老话, 你说恶心不恶心, 清凉了, 干净了, 还不好了, 还没有活鱼的, 那开什么玩笑的, 对吧, 那你给清换水, 那水就清明了, 怎么就水至轻则无鱼了, 所以这个就是, 中国的这些东西, 这些糟粕的一个思想, 什么时候每一个人, 都觉得我这个视频做的, 比较好的, 就是那些五毛战狼喷的, 都不来喷我了, 都有一种这个人权思维了, 有人权思想, 那我认为这个国家才能好, 通常来讲, 这个国家只要存在这种, 既得利益者的一个存在, 没有那些敢于奉献的人的, 敢于视我实话的人的一个起来, 那么这个是很难达到一个推法的, 或者是说, 达到这个国家的人都变正常的, 这是很难的, 这个你可以看历史怎么样, 你可以看欧洲, 你为什么美国就建立起这个民主社会了, 其实他们不就是五月花号, 一些清教徒到了美国, 其实早期的这个移民是很痛苦的, 对吧, 很痛苦的, 那美国全是一片无言, 说什么肥沃的土地啊, 肥沃的土壤啊, 你再肥沃, 你还能有你老家的肥沃吗, 你一开始去, 连个房子都没有, 对吧, 连个房子都没有, 你肥沃个什么肥沃, 你不都也是慢慢打造, 自己盖完房子才肥沃起来的, 这个地方才好, 所以真的早期的移民是非常艰苦的,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的一个事实, 但是即便是在早期的美国移民当中, 还有很多的这个英国的中产阶级移民过去了, 即便直到这个前路艰辛, 前路漫漫, 是吧, 路漫漫, 其修远行, 人家也这个成了这个五月花号啊, 后来又六月花, 七月花, 八月花, 这都过来, 那因此啊, 就是代表什么呢, 人家欧洲能够产生这种就特别有勇气, 或者是特别有追求的这一帮人, 这些人真的是特别好, 就是特别好, 所以说他们能够建立这种民主的一个社会, 因为他们到达了美洲, 都是一穷二白的, 对吧, 你咱们啥都没有, 都平等了, 你这贵主啊, 你是什么地主啊, 阶级啊什么, 你到这地方都没有了, 谁规定那个地是你的, 对吧, 这都是咱们大家的, 自己去全地吧, 看谁这个力量大, 谁就那啥, 能多重量, 多吃饭,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 就是能诞生出来这种民主的一个社会, 它有民主的一个基因在, 其实民主的基因在哪里, 就在于人的这个思想里头, 这就是, 人的一个思想只要改变了, 这个社会就会改变, 所以为什么说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 在中国这么抓这个意识形态, 他就害怕, 他也知道这个中国的病根存在在哪, 所以说他要让人病入膏肓, 是吧, 要让人越来越傻, 那你哪天你都清醒了, 是吧, 你都吃对药了, 不是说完了, 所以说现在开始被你滴滴喂了, 开始让你吃错药, 那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 你像胡锡进写的那些东西, 又什么美国也没有亚伦自由了, 这些企业怎么能够禁言呢, 什么呢, 亚伦自由的管控啊, 根本都封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东西, 那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企业封特朗普的号, 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它不是一个东西, 而且美国也有反对派的一个声音, 也有这个大纪元的什么这些媒体的一个存在, 你怎么可能说他是这个什么什么, 就是他们也什么亚伦不自由了, 又打脸了, 又怎么样, 显然不是啊, 所以还有一个就咱们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 说的, 还有一个接着回头说一下默克尔啊, 这默克尔这个老太太吧, 我真的希望他以后这言行能一致, 是吧, 你要真的就是这么打着自由民主的大旗, 跟这个美帝国主义, 站在一个行业行列里头, 你就少做那个洋奉阴违的事, 是吧, 这边跟中国挣着钱, 这个输出的什么经济啊, 挣着钱, 挣着人民币啊, 这玩意儿还跟中国这个互惠互利啊, 共同繁荣了, 玩那头还打着支持什么人权呢, 支持言论自由啊, 你如果那么支持言论自由, 你为什么跟一个这么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么铁, 关系这么好, 对吧, 你真的, 你见到金钱了, 都是金钱的奴隶吗, 那为什么见到金钱就跪下来, 这为了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啊, 这个汽车消费的一个大国吗, 你就没有自己作为一个欧盟的领导者的这么一个角色的担当吗, 不要再言行不疑了啊, 这些政客, 政客的嘴脸就是这些, 你说就是国际上的这些政客, 有哪个真的就是, 呃, 真的打心底里, 为了这个世界的人民, 哎, 在做这个贡献, 是吧, 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啊, 在争取,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这个对于崇尚的一种什么人权的自由民主平等啊, 这些普世的一个价值的发表一下支持啊什么的, 表个态什么的, 显示自己是多么的这个站在正义的一边, 但是背地里啊, 就做着那个盈盈狗狗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对于国际的一个看法, 还有中国的问题, 美国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只要不擦枪走火的话, 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美国没有必要或者是没有义务牺牲他的人民来解救中国人民的一个话语权或者是言论自由, 他没有这个义务, 他也不会去这么做, 而且美国的外交也从来没有, 也有, 有过是吧, 越战打了, 朝鲜打了, 都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 都非常的失败是吧, 所以说呢, 朝鲜是打平了, 那越战呢, 绝对是个泥潭, 打20年是吧, 那绝对是个泥潭, 那美国国内呢, 都成一锅轴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已经经历过这种错误了, 而且美国经历错误之后, 这个国家是特别会反景的, 他不会再回过头来啊, 再走一回老路了, 所以说呢, 这个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 那有可能就比如说台湾问题, 所以这个就只要是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美国不会走这个老路, 所以这些国外的这些民主人士啊, 这些反华势力啊, 就说这美国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你歇菜啊, 是吧, 只要台湾不出事, 基本上不可能干起来, 世界现在都是什么核大国啊, 都是都有核武器啊, 这都是毁灭人类的这么一个武器, 那大家都可以保持理性和克制啊,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对于现在国际局势的一个看法, 现在还有人说啊, 说1月20号美国川普能政变, 又派部队了又什么的, 我这真的我就看完以后, 我就想啊, 你说这些做自媒体的人, 他到底是有良知还是没有良知呢, 他是有没有文化呢, 我就在想啊, 他怎么的一个逻辑就, 就能看出美国川普就20号之前要政变了, 是吧, 这个我特别想笑啊, 真的你要是说能拿这个当赌注的话, 如果特朗普没有政变, 是吧, 那咱们怎么赌, 这一赔几的, 我都敢跟他赌, 是吧, 我都敢跟他赌, 真的太那什么了, 就太搞笑了, 是吧, 太搞笑了, 那可能只有在中国这个华人权的里头, 这个华人文化权里头, 才会有这种特别极端的一个思维, 这压根就没有理性的一个存在, 没有理性的一个存在, 就目前这川普都要移交这个和平移交了, 而且啊, 你看人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里头人家彭斯都已经这个确认选举人票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他跟共和党内他也没有达成一致, 他怎么去, 就他一个党内他都没达成一致去动用军队呢, 你怎么他一个人就可以吗, 那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就一个川普他自己就能自首这天呢, 那你以为他是, 你以为他是北朝鲜的啊, 那你太高笑了, 那我就等着1月20号, 我看川普到底能不能政变, 我看完川普要是真的没有政变, 这些人还怎么去唱下去, 他自媒体他怎么做下去, 这这边打完脸, 他还好意思跟那上面这个挣钱骗流量, 那我就合计这些人还要不要脸了, 对吧, 我就等着那一天, 我太期待1月20号了, 那好了, 那今天那个视频我就跟大家聊到这, 也聊了很久啊, 好了,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啊, 能够看到最后的伙伴啊, 都是小宁的铁粉啊, 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 来跟我交流啊, 很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